第一个优化我们分类的这一个插件 它叫做Select2 使我们的这个下拉框 下拉来说更好看一点 也可以更方便我们的操作 我们直接来进行我们的操作步骤 给大家来讲解 在我们的Select2和Planquay里面 有我们的Select2这样的一个插件 然后的话直接在我们的模板文源里面 加载这样的一个东西就可以了 打开我们对应的Foodset点这个地方 然后的话它是有GS跟CS之分的 首先我们要包含我们的CS 也要进行包含blockCSS N的block这些大家都很熟了 然后的话我们先演示一下 如果加载一个静态的一个CSS文件 大家看到我怎么写的 就是link然后是hrf这样的一个动作 它有一个re等于我们的styleset 这样的动作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它的地址 加拿附入过来换成我们的CSS地址就可以了 是planquay select2里面的有一个select2mini.css 这个是它的CSS 在这里的话我们下载了GS GS就相当于说比较简单一点 我们就直接跟上面写法是一样复制过来 它的这个地方是planquay select2 然后换成的第一个是select2的拼音GS 第二个是它的中文 第三个是它的call拼音call这样的一个GS 做完这一步之后的话 那就在我们的set.js里面进行一个动作 就可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打开我们的GS 里面有一个foodset.js 在这里面我们简单去实现一个它的功能就可以了 它是我们的select的框 然后select框的使用的话 在我们的宜文特事件绑地里面相当于是比较简单的 好 拿出我们这里的最大的class进行包裹 然后是select 然后是name 等于我们cat id cat id 然后是它的select2 这样的一个事件 在这个事件里面我们要传一些参数 第一个是language 等于我们的zh-cn 第二个是它的宽度wide 你就直接写成百分之百就好了 然后看看效果 你看看这个人他就变了 他的下拉框是可以进行搜索的 比如说我将这里的一一改成别的 比如说东北菜 粤菜 广东菜 广东菜就是粤菜 然后还有什么香菜 这么说的话 当你这里面比较多的时候 你就凸显出它的重要性 就是说你这个地方直接收拼东北 这直接有东北 粤菜 就直接出来了 这种非常方便 我们去搜索 好 第二个的话是我们这个标签 标签的话 它使用的插件是我们的普兰规里面的tag import 也是比较好的一个东西 我给大家加载进来 然后再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去使用它就好了 首先第一步它也要加载我们的css 它这就是它的样式 然后复制银行出来 在我们的普兰规的target target import里面 然后加载它的mini css 你看我们加载css都是mini的 mini相对来说比较小 有利于我们网络的加载过程 后面加加一个gs 是它的mini 好 这样之后的话 在我们的gs里面 进行我们这个事件的绑定就可以了 它这个强调来说它会复杂一点 但是也不会太难 这样的将它复制过来 你复制银行 然后的话 是它就是input框 内幕等于tags 看什么等于tags 标签的内幕就等于tags 然后进行它的tags input 事件 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里面传进对应的参数 一个是我们的wide wide 正常的话是auto 你不要管 然后让它hide 一般我这边的话40的长度就过了 不需要太长 还有一个是它的几个事件 那这几个事件的话 你不写也没什么问题 然后的话这个车就可以进行使用了 我们刷新一下 你看这其实你就变了 或者是add a tag 好大家看看啊 比如说是网门机 输入吃完之后 你按住你的ntag键 然后的话 它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标签出来的话 比如说你还可以写成是非常好吃 或者说是推荐月菜 这样的 它就可以出来了 而这些插件的话 你们都可以在网上去搜到的 你等我去大概举个例子啊 假如我们就拿这个tags input的词来进行搜索啊 你在摆论里面 你直接搜索gequery 它就可以了 点击第二个 你看这个地方长的是不是跟我们就非常像 website这个里面你就可以直接进来 看它的展示的东西是不是跟我们就非常像 ok 都是可以的 官网就会有它对应的文档的说明 你们可以详细的去学习 学习东西想生的话 你们都应该去看官方的更深的文档 史莱克兔这个也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 关于我们插件这两个部分 我们就已经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要学的一个概念 是叫做一种叫做无刷新的上传图片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封面图 那我们封面图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也要进行图片的上传 对吧 这个上传的时候我们使用的是无刷新技术 那无刷新技术怎么来实现呢 这有几个重要的点 你只要学到这几个重要的点 你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实现这样一种无刷新技术 他不管可以上传图片 他可以去上传我们的表单内容 都是可以的无刷新 虽然我们现在有一些阿甲克这种东西 也可以实现无刷新 但是如果你想做到的话 你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做到 在我们的这个封面图这个地方 它会有一个放木表单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这个里面的时候就只能有一个放木表单 你不能有多个放木表单 你看像这个地方呢 他就只能是DIY 他就不能是放木表单 所以说是放木表单是不能嵌套放木表单的 那我们要实验无刷新技术怎么做 我们要做一个隐藏的i-frame 在这里我们加一个i-frame i-frame他可以帮我们去实现 我们可以将这个放木表单提交到我们的i-frame i-frame是隐藏的 那你就看不到了 他的内容是uploadfire 然后class是hide 这样就可以了 upload为什么是uploadfire 是因为我们的这一个farm的target 他定义的是哪个地方 你都要指向我们的哪一个 他的名字是哪一个 然后呢我大家来演示一下 他是如何进行无刷新上传的 好我们来上传一张图片 这才他并没有提交事件 对不对 那所以说我们要监控这个动作的变化 发事件 然后来自动触发我们的这一个form表单的submit 这样的一个事件 接下来我们来做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这样是他 然后的话我们可以将这些 找到我们元素的标识符都把它放进来是input 然后是内幕等于peak 他的亲集事件的时候 就因为他变化了对吧 亲集事件的时候要进行一些动作 防可行 变化成什么样的呢 是自动提交我们这个表单就可以了 这种submit submit这个事件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用form form才有submit这样的一个事件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我们来看一看效果 你将这里的字字进行清空 然后的话 选择这和all这一部分啊 一定要确认好选择所有 是你看看他就已经提交到一个 发生了一个请求到我们阿波多德的peak 阿波多德的peak是哪来的 是我们这一个form表的 他的i个性动作设置就在他上面 所以说这样的话就关于我们的 无刷新上传的前面的前段部分就已经做完了 所以说无刷新上传的第一个要素 就是你要做到一件事情 建一个iFemo这样的一个隐藏的欲 然后的话你将form表单的tarlet的这个值 指向iFemo的内幕这个值 它就可以实现无刷新上传 然后当它进行变更之后的话 你就进行一种三方面的提交 又可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接下来实现我们的后端 因为你将动作提交到我们后端栏的话 那我们就要进行我们后端栏的一个处理 然后的话你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是 定义一个root口 是upload picture 所以说在这里 root upload 然后点 然后是root 他的picture这样的方法 然后message的话 你为了方便的话 你就把guide跟post都放里面来就可以了 不需要去想那么多 然后你定义一个uploadpick这样的一个方法 进行传值 然后进行嘴探就可以了 它这个东西操作其实是跟我们前面的上传 我们的可视化编辑器里面图片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它就唯一有一点的区别就是说 你要想使你的值能够返回出去的话 对吧 那你要调用的方法就不一样 哪里会不一样 iFemo你要想将值传出来的话 你需要通过在iFemo里面 调用我们这一个页面的方法才可以 然后进行传值 所以说我们会用到iFemo的一些方法 iFemo它其实是一个另外的一个隐藏域 你们要认真去理解 或者说你们不理解相关的知识的话 你们可以去相关的网站上进行搜索 看一下这个iFemo到底是什么东西 等于说是iFemo其实和这个页面 其实是在两个页面里面 但是这一个页面是iFemo的副页面 所以说我们可以在iFemo里面 通过毛子手段 调到我们的副页面的里面的一些GS世界 好那这里的话我再给大家写我们的方法 它上传其实跟我们的这个上传其实是一样的 第一点 你要去获得我们的请求文件的表彈 第二点 你要获取你上传的fire 但是它的质变了它变成pick pick是怎么来的 大家看看这个请求啊 它这里面就有一个值叫做pick 也是我们这个表单里面设置的这一个inputfire的name值 它叫做pick 所以说你就获得pick的表单值就可以了 弄完了之后的话你就要做一步的话 其实跟它是一样的进行上传就可以了 同样的话你就要判断这个东西是否是存在的 如果不存在的话那你就不需要上传了 而我们这里的话我们返回的就不是接生之不上 我们要返回的是GS世界 让这个在ifame里面的GS 能够调到我们上层的副页面的GS 这样的话我们的GS世界就可以执行 然后进行我们的动作操作 好 我先定一个callback的一个target 那叫什么 你想调到副页面就是window.pilot. 里面的upload这样的一个对象方法 然后的话我们返回值永远都是一样的 是一个GS世界 然后的话 是个这东西先写好 然后的话它的type等于这个GS世界 我们都可以直接从这里复制过来 不太清楚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超这个地方的就可以了 然后type的话它就是tags的加瓦斯克ribut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我们需要返回的是世界 第一个是将这个target放到里面来 它的upload的error世界 然后的话我们将这个错误消息放到我们这样的里面来 然后进行我们的formate 将我们这些参数传进去就可以了 第一个是我们的callback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上传失败这几个干字进行提示的 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那这一步之后我们就要上传我们的图片 同样的这一步上传图片嘛 同样的也跟它是一模一样 上传完了之后的话它的操作跟它是一样的 只是它返回的东西会有点不一样 这个是上传失败的错误信息会比它更多一点 给它复制过来 最后它就是上传成功 上传成功的话我们叫的是sexize方法 所以说上传成功的时候它也是返回我们这样的一个GS 但是它返回的内容会不一样 我们可以改一改就可以了 它这个地方是error 但是这个就要改成sexize方法 sexize方法将传一个值传进去 但是它的值就不是这个内容了 它传的值是我们的k值就可以了 将我们的fire key让它放进去 fire key怎么获得是 它返回值的data里面有一个fire key 这样的一个动作 这样的话就关于我们上传的IFM无传心上传 我们就做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样的东西怎么做的 好转一下啊 它这样会报一个GS错误 我们看看这个返回值我们就知道了 它就返回的是成功这样的一个动作 将fire key进行返回了 然后它报了一个错误 它说sexize方法并不存在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就没定义这个方法 它肯定是不存在的 我们这个uploadsexize方法 也是我们自己去定义的 upload 这是我们对象方法 然后里面它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izer方法 一个是sexize方法 它返回的是一个错误信息 然后的话我们就直接 common alert 然后我们的message 还有这个情况下就是我们的sexize方法 sexize方法就比较简单 就返回了一个东西是fire key 我们只要想办法将我们的fire key 拼上图 放在它旁边就可以了 那我们如何来拼这样的图 首先是如果fire key是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不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不然就白捞了 好 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简单的做一下 这个是html 我们只要想办法拼一个html把它放到这里来就可以了 而这个html的话我会给大家准备好的 大家到时候可以直接去使用就可以了 好打开我们给大家的文档文件 在这里面我会将大家的upload的方法统一放在里面 大家可以统一复制进来 不然的话 你们不知道我们的html是怎么拼装的 打开我们给大家提供的客件文档里面对应pbc里面有一个无刷新上传 你打开这个文档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有一个说明文档 这个里面我给大家说明让你切记一定要使用iferm信上传啊 这个的话我将upload的这个方法给大家复制过来 然后给大家进行讲解一下 在这一块我们其实就这一块东西不太好处理 就是我们在拼装我们的html这个东西 然后可以将这个图片展示在我们封面图的旁边 最后的话是如果它里面没有图片的话 我们就直接在里面增加一个 在我们的这里增加一条数据放在里面 如果有的话我们就直接是通过它来进行我们的编辑 就是等于说它永远只能展示一张图片在这里 接下来的话那我们来进行演示一下看看效果到底是什么样 在做这一步之前的话我们要看看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构建我们的图片UR地址的 我们都所知道我们返回来的地址是什么 是一个k值 那我们需要将这个k值拼成一个网址才能进行展示 那我们给大家来进行拼装一下 然后我们拼接我们图片的UR地址的话 我们一样放在我们的gscommon里面 然后在这里拼装我们的方法 这个拼装现在是比较简单的 它需要传一个它的emgk 你让它传过来就行了 假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图片的地址是什么 我们给大家看看 首先肯定是在它底下 网址底下 还有一个前缀图片就是我们的static下面的upload-加上我们的emgk就可以了 此时就说明我们这个图片可以经常加载了 我们来进行上传张图片来看看到底能不能 你看到我们这个图片它就出来了 此时就说明我们这个图片上传和展示我们就已经做完了 接下来的话我们还是做一些小的优化 第一个这个图片旁边有一个删除的你可以点击它进行删除 我们定义一个删除的方法 在我们的这里我们定义成后面增加一个方法叫做删除 我们专门来删除我们的图片的事件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叫做定义成 Dinter-emadis 你看这个我们定义的方法就比较多了 因为这个页面相对来说是最复杂的了 这事件该怎么定义的我们看一下 通过我们这一个侦察器点放了放下来之后你会发现 它有一个 pk它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只要能够点击我们这样的一个叉叉就可以了嘛 那我们来实现它的一个动作就可以了 这道了 然后的话这些东西是一样的 点它然后还有一个点第一的 然后这个是从哪里来的 看来刚才我们在拼接我们这个图片的地址包装的时候 我们就拼装了一个他 delete image delete image delete image 这个事件它就已经有一个 先进行是unbound 再进行我们的bund 如果它有事件已经绑定的话 我们先把它 click就也行 进行我们的click事件 click事件做的很简单 就是$raised 就是他的父亲进行移除就行了 此时他就可以进行他的删除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的话只要我们在最前面调用这样的一个事件就可以了 然后在我们刚才复制的那里面你会发现这个地方也有这样的一个事件 上传完了之后我们需要进行事件进行重新绑定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他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删除最变 你可以发现我就可以删除 这样可以再上传 这样可以 它是有变更的图片 所以说你要找一个变更的图片 不完的话你上传找一张图它不会识别的 说不掉它就可以进行上传了 这样的话它的删除跟上传我们就已经完成了 好 那我们再来简单回顾一下我们的无刷新上传这个动作做了什么东西 第一步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是添加到一个iframe这样的一个隐藏域的东西放在这里了 然后它的内幕值是等于uploadfile 然后这个表单的这个form表单的target它就要指向uploadfile 这个地方是一定要操作的 不然的话你上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重新开一个页面进行上传的 这个水的话你可能就会提问 老师为什么我是重新开一个页面你就可以进行无刷新上传的 好 还有一个就是i个性这个动作把它放到这个情况就可以了 好 弄完了之后的话在这个里面上传的时候其实都很简单 你只要有一点注意它上传它使用的是通过我们的iframe 纸窗口调用的是我们副窗口的里面的方法 所以说我们使用了windows piresuploadfile这样的一个对象的方法 成功是subcess 失败是我们error这样的一个方法 成功的话你就直接将我们的k传递过来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拼成一个html 然后进行我们页面的一个独立展示功能 展示它这个地方它需要去进行绑定一个delete式件 那可以点击删除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我们的无刷新上传整个功能的一个实现 那关于这个页面里面的大部分重点功能我们都已经讲完了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实现我们如何将我们的这些表单东西全部提交到我们后台 然后我进行统一的添加保存或者编辑 接下来 我进行统一的添加保存 的限制 不会一开始